一只剧棺木装的全是染疫死者 就连教堂掩饰一片凄凉 无人出席的告别式让人心碎 意大利去年疫情大爆发 甚至曾单月连续确诊破万 如今一年多过去了 疫情似乎原地打转 这个疫情已经大到就是 新闻其实都不太会爆了 但他只会说今天是红区 就是你哪里都不能跨区 意大利封了又解截了又封 红橘黄灯不停转换陷入无限轮回 人在台湾的蔡小姐和意大利丈夫分隔两地 过程中意大利的家人们也确诊 见不到面的日子很心急 但当地抗议政策更叫人提心吊胆 他们的从头到尾的风险都是所谓的软封城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路上很危险 因为可能有确诊者跑出来 他也没有这些所谓的监控BBB 什么手机追踪啊 完全没有 没有1922也没CDC记者会 集中检疫所就是个人住家 更别说关怀大礼包 就连快筛也是走得来速 只要一生病就得有三头六臂 自己身兼里长阿中部长 还有卫生所员工 俨然就是一条龙氏家族防疫厂攻 欧洲采取自主约束 关在家里等待自我康复 好不容易等到了疫苗 也得看地区密度 若是人口多的热点 还是得战线预约 疯狂刷网页才抢得到 我也是很希望说这个疫情 不要在第四波大爆发 然后我可以顺利打到疫苗之后 我就很希望可以回去 希望今年能和丈夫团圆 一起过耶旦节 尽管一年多内 意大利翻天覆地 但当地人仍旧活力满满 精英内的乐观 让他们蓄势待发 迎接未知未来 这一新闻黄泉一报道